以古厕巡礼和口述历史的方式 带您一同深入左营古城 有感于左营旧城区庙宇与古厕密集 左营在地青年周城府策划寻邀访神探左营 以廖家古厕作为故事收集基地 邀请在地其劳与居民口述传说与神怪故事 让民众深入了解左营古城 当初的构想是在今年大 过年的时候 大家我们几个在地人有在聊说 我们今年我想要做一个社区营造的计划 那我们几个就在聊说 那可以我们左营社区可以做什么东西 然后来让它生根下去 那大家就想说左营的庙宇很多 然后还有一些祭祀的东西 那我们不如就来做一个左营的神话故事 还有精怪的收集的一个采集故事 田野调查 好那这样子大家就有个共识 那我就开始私心做这个企划发想 所以我就去投了文化局的这个社区营造点的计划 那我就是想要再以这个廖家古厕作为一个基地 叫故事收集站的基地 那我们就邀请当地人 其老长辈来这边来说故事 每周六日说自己在这边生活的记忆 还有一些神话故事 在九月时候做一个点状的一个油城活动 把几个故事萃取出来十个点 然后让带民众去走访这些神话的发生地 还有精怪的发生地 寻谣仿神探左营活动 一起寻谣仿神探左营 十方新闻 黄慧如笑瑞峰 高雄采访报导 黄慧如笑